小炎和天火尊者 为尽快解除小一线的恶难毒体 萧炎等人决定冒险闯入弱神剑深处 抓捕七阶天毒蝎龙兽 老远就闻到你身上的香味 既然来了 就乖乖留下做本王的女人 让你的恶难毒体 为本王生出最完美 血统最纯正的后代 我来此处 只是想向你讨要遗物 只要你做本王的女人 本王什么都给你 还是先将你的魔盒交给我吧 若是换作别人 敢在本王眼前说这番话 已成死尸了 但谁让本王对你如此着迷 这冒犯之罪 就让你旁边那个男人 来抵裳吧 小美人 这点进攻可奈何本王不得 不过你旁边这家伙 我倒是小看了 还有更让你头痛的 这天毒蝎龙兽 果然有两把刷子 不过我会好好招待他的 不管你们今天为何来这里 既然来了 那就都留下吧 只要来到这片区域 你们的生死将由本王主宰 这家伙果然有地牌 小心 这些全是洛神剑的毒兽 那还等什么 一起打爆他 伤我天蟹御蛇 小心 你小心些 屈屈灵魂体 也敢对邪龙族之人大放厥词 真是邪命他 不过是体内流淌着 一丝太虚骨龙血脉的魔兽 还真当自己是太虚骨龙了 本王的龙族血脉 谁让你侮辱 既然你们找死 那本王就成全你们 一群蚪蚁 蚪蚪蚪蚪 若非老夫失去身体 你在老夫眼中才是蚪蚁 今日这精血 老夫要定了 这些魔兽 被天毒蟹龙兽所操控 根本不会有什么法律 这样下去 不知道要耗到什么时候 魔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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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死的居然敢打断本王的龙脚 魔兽 你死定了 这是什么露珠 难道它要吸收独树群之力 蟹龙昆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火前辈 能否助我将其控制一段时间 我来想办法 那可得给我点时间 好 用手 明白 休想滚住 消炎 速战速决 你们此时都得死 天火前辈 天火前辈 这么多年来 本国还是第一次操守株刺重创 不将你们灰飞烟灭 难消翻我心脑之怒 难消翻我心脑之怒 我们老大可不是这么好者的 不好 这家伙又拼了 不好 这家伙又拼了 去吧 火怒火烈 não 入脑 开始 老大 你们是自己走 还是想继续 可算结束了 累死我这把老骨头了 我们赶紧离开这吧 我担心 刚才引起的动静太大 很有可能会把冰河谷的追兵引来 明白 我们走 按照新兰先前所说 此次冰河谷派出了斗宗巅峰强者 所以 在他们找到我们之前 天火前辈的躯体 和小一仙的恶难毒体 必须先解决 不然的话 恐怕情事会很不妙 还是先为天火前辈炼制躯体吧 有了肉体后 即便不能短时间内恢复到巅峰实力 但进入斗尊应该不难 只有这样 才有机会解去此次的危机 小一仙分析得有道理 那便先解决天火前辈的问题 这 这是真的吗 当然 你放心 我定会帮你控制住恶难毒体 老夫 老夫终于要恢复肉身了 天火前辈 感谢二位 小家伙 这份恩情 老夫会谨记的 天火前辈这一路上 多次助我脱离险境 萧炎若不尽力 岂不成了不仁不义之人 真是羡慕你那老师 能有你这般优秀的弟子 事不宜迟 我现在就动手 为天火前辈 炼制阴阳命混蛋 在这期间 有劳你们帮我护法了 天火 嗯 嗯 哎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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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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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是丹蕾 硝烟大哥果然厉害 七品丹药这么快便炼成了 希望冰河谷的追兵 不要这么快察觉吧 不知第奥魁 再经历一次丹蕾淬炼 能达到何种地步 可是现在时间紧迫 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啊 怎么回事 丹蕾怎么自己消散了 嗯 应该是洛神剑的毒气太浓 遮掩了丹气 丹蕾找不到目标 就只能消散了 也只能这么解释了 不过对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说 也不算是外界 这营养命魂丹 果然神奇 天火前辈 待会我一发话 你便立即吞下丹药进入躯体内 至于躯体 就用这一副吧 条件算是符合了 就是这副长相 不像是什么正经人 时间紧迫 您就先将就一下吧 嗯 天火前辈 打入一丝灵魂之力 我说你不能有的 我怕你也行 我怕你 你会不会有的 就会不会有的 可遇到你 最后的 你会不会有的 你会不会有的 有的 你会不会有的 你会不会有的 就会不会有的 你会不会有的 哼 决定优先为天火尊者重铸躯体 以尽快提升实力 好解决即将到来的冰河谷危机 天火前辈 我先将此肉体激活 待会儿你进入之后 要顶住一火断烧 取得身体控制权 中途切记不可松懈 否则不仅这肉身会报废 连你的灵魂都将会受到致命影响 嗯 就是此刻 好 吞下灯药 进 小子 有些排斥啊 还算顺利 接下来就需要前辈顶住一火断烧 预火重生了 小炎大哥 冰河谷的人 又来了 终于找到你了 恶难夺体 旁边藏着的那位 旁边藏着的那位 也一起出来吧 斗宗巅峰 冰河谷还真是舍得人手 为了你这恶难毒体 让老夫出手倒也不算太过 你们去守住谷口 不许任何人逃走 是 天蛇招 说来也巧 老夫曾与上界恶难毒体有过一阵 最终输了一招半时 不知你这一界实力如何 你试试就知道了 你试试嘞 好强的秉存戒 斗宗巅峰 可不是你們依靠數量 便能夠抗衡的 那位青年和那靈魂體驗 一起出來吧 老夫竟然不會放走一個 蛤 融蟻 來吧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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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 比起上一屆惡難毒體 你可是差了許多 放心吧 這兩三個月中 我會將天毒仙龍獸的魔盒弄到手 到時候便能令你徹底地將惡難毒體控制住 抱歉 小燕 可能 我等不到那一天 嗯 哼哼 想要解開惡難毒體嗎 哼哼 若你一開始便解開 自然是有幾分棘手 可惜現在 來不及了 快快跟我回兵何苦 或許還有活路 不然得 SARS 鐵匙長了 這是 我等 我等 这位长老 下手还真是不轻哪 毁兵河谷还是不必了 这洛神剑倒是个不错的埋谱之地 用来埋葬尔等 待遇也算是不差 这位前辈 今日之事有些误会 还望能够看在我兵河谷谷主的面上 我与你家谷主不求 不 不好 快接乾隆玄冥阵 血迹前喽 好恐怖的东西 你 去 不自量力 空间脚伤 快 快跑 天皇前辈 别让他们逃了 该死 此人对空间之地的掌控 根本不像是刚刚踏入窦尊 天上长老 快下角方法 你们三个 去挡住他 不 天上长老 你总是已丢下我们 这家伙心真够狠 居然拿同伴的命来助自己逃跑 刚刚得到身体 体内斗气短时间内并不能彻底恢复 可惜了 天火前辈无需自责 谁也想不到 此人还未达到窦尊级别 便能够划开空间逃顿 当务之急 是寻一处致阳之列之地 帮小玉先彻底控制恶难毒体 倒是我们两名窦尊 即便是冰河谷想要动我们 怕也是得掂量医二 至阳至列之地 我倒是知道一处 在何处 夜城 夜家禁地 阳火古坛 上次他们冲撞萧檐大哥 只是不明你真正实力 这次若是再去 新兰保证 他们不会再敢有丝毫得罪 赵黑 你这是何意 夜城 此次我可是奉我黑火宗宗主之命前来 你们若是配合 我黑火宗不会亏待儿的 否则 这些棺材便请收下 你 妖火古坛是我夜家禁地 按照族规外界都不可能 你们居然还想考药过去 痴心妄想 她是六姓巅峰斗宗 我们夜家无人是她的对手 识时务者为俊杰 夜城 你夜家所有老小的性命 可都在你一念之间哪 这夜家还以为自己是单于五大家族之一的呢 恰是 曾经的传承世家 竟然败落成这般模样 这夜家先祖得知 也不知会不会被气得从棺材里跳出来啊 赶紧交出阳国古坛退出夜城 否则夜家上下鸡犬不留 十期之内 带着你的棺材滚出夜城 否则 便留给自己用吧 哪里来的茅头小子 也敢在我照黑面面前放肆 杀了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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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緊迫 天火前輩 還是勞煩您出手 嗯 嗯 鬥 鬥尊 嗯 嗯 嗯 前 前輩 前輩 前輩饒命 我是黑火足找黑 今日有眼無助 冒犯了前輩 還請多多包涵 是死是活 問問我這小兄弟 小兄弟 不不不不 大大大大人 大人饒命 小人知錯了 小人再也不敢了 還請大人饒小人一命啊 帶上你的東西 滾 以後再了 便去你們黑火宗做做 嗯 是 多謝大人 多謝大人 走走走 快快快快 啊 啊 夜長老 我們又見面了 你 你是硝煙啊 啊 硝煙 他居然便是上次那個硝煙 這硝煙是什麼背景 居然能讓窦尊強者隨身左右 爺爺 我就說 他一定能救我們葉家 是我等有眼無珠 得罪了一尊大神 硝煙先生 多謝您的出手相助 當日葉家的不敬 還請不要放在心上 一場誤會而已 葉蟲長老 小子此次前來葉家 是想借陽虎鼓壇一用 不知道葉蟲長老是否願意 大長老 陽虎鼓壇是我葉家境地 按照族規 什麼族規 廢了廢了 硝煙先生已得抱怨 此份恩情 足以打破族規 那便多謝葉蟲長老 來 諸位 請隨老夫來吧 漢 鷹男獨女 還有那個不知名鬥尊 老夫 定要將你們錯骨揚晦 在众人共同努力下 天火尊者成功复活 恢复斗尊战力 将强敌击退 可冰河谷的强大 并非一味斗尊可以抗衡 众人商讨之下 来到叶家 借用致阳致烈的奇幻之地 阳火谷坛 倚助小医仙彻底控制恶难图铁 锦锣密鼓的布置之下 萧炎等人究竟能否成功化解 冰河谷危机 小姐 已经打探到萧炎少爷的消息了 他在哪 萧炎少爷此刻在夜城 不过 为了救智友得罪了冰河谷 但想必冰河谷不会善罢甘休 另外 魂殿最近在丹塔活动颇为平凡 以他们与萧炎少爷的仇怨 恐怕 灵朗 元朗 带我先行前往夜城 是 小姐 小炎哥哥 有勋儿在 谁敢动你 我便杀谁 阳火谷坛是我叶家的奇异之地 白日阳光会在那里凝聚 而谷坛底深处 则会有着一些地心火苗飘出 将阳光能量点燃化为阳火 阳火 不过可惜 如今不知什么原因 很少会有地心火苗出来 到了 前面便是阳火谷坛 小炎先生 请自便 果然是最炽热纯正的天地能量 看来没找错地方 天火前辈 麻烦您和地妖狗一起为我和小炎先护法 不要让任何人惊扰到我们 交给我等便是 有没有感觉天火前辈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可能是因为长相的缘故吧 天蛇 谷主派你去捉拿那恶难毒体 如今却只有你一人回来了 这便是你给谷主的交代 谷主 天爽长老 此事非属下之故 那些人中有着一名斗尊强者 斗尊 即兴 应该只是一兴斗尊 可看其空间操控的能力 可有那群人的去向 属下不知 公主 公主饶命啊 公主饶命啊 公主 公主 出来 公主 尼尊者 果然明 meio虚传哪 魂殿 还真是稀客啊 那群人的去处我知道 其中一个人 是我魂殿的目标 或许我们可以联手一次 兵尊者意下如何 恶难毒体归我 其余人随你们处置 不愧是兵尊者 爽快 待会儿 我会将恶难毒体彻底引出来 然后将你体内的毒气逼至一处 这个过程会很痛苦 一定要坚持住 尽管来吧 我相信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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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才是最重要的步骤 呃 不愧是菩提化底线 果然有奇效 小医仙 运转斗气 压缩毒气 形成毒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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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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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得加快對破壹壹萬以前的淬裂 你 小心 堅持住 你 小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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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亏了这阳祸古坛 真是智阳之刚的宝地 真是 菩提子 没想到菩提化底嫌经过一火断烧 竟能形成菩提子 这可是能够感应到菩提心的好东西 这里面的火属性能量 倒是极为浑厚 怎么会不再冒出地心火苗 这这是地心珠 地心珠 乃是由大地深处的精化能量 经过无数岁月 方才凝聚而成的一种能量珠体 再练制一些八品甚至九品弹药时便是会用到 八品甚至九品的材料 太夸张了吧老师 你该不会是在吹牛吧 臭小子 怎么说话呢 难怪不会有地心火苗窜出 原来是被地心珠给吸收了 试试能否取出吧 这这些都是冰河谷的人 他们来夜城做什么 他们朝着夜家方向飞去 莫非 可吞噬一火笔 这点疼痛 还是军了一招 比我出来 莫非地心珠一直吸收地心火苗 如今与阳光能量接触 便能直接跑为阳火的源头 这次可真是一件宝贝了 叶家 交出恶难毒女 否则今日 叶家灭了 天双子 天蛇 这两位冰河谷的长老 怎么会出现在我们叶家 什么恶难毒女 我们叶家 什么时候接受了恶难毒女的 那个恶难毒女 是不是与萧颜先生同行的那名女子 对啊 我叶家并不知道 此女便是冰河谷要找的人呢 这可如何是好啊 有什么好慌的 又没让你叶家去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叶宠长老放心吧 他们是因为我等而来 并不会牵扯你叶家 天火前辈 与我慧慧这冰河谷如何 哼 自无不可 想必这位朋友便是击败我们天蛇长老之人吧 同为斗尊强者 还不知道阁下的名讳 天火 原来是天火尊者 今日之事 乃是我冰河谷与恶难毒女之间的恩怨 若是老夫请你不要插手 你是否会答应 你觉得呢 哼 清酒不痴迟罚酒 罢了 只要抓住你们两个 倒也不怕那恶难毒女不现身 那小子交给你 别再出岔子 不然谷主可不会再轻饶你 小子 我倒是要看看 这次谁能再救你 哈哈哈哈 天蛇长老 此人便是我魂殿的目标 把它交给我吧 魂殿 小妍 还记得本护法吗 本护法 不错的杀意 比当年无能狂怒好上不少了 该死 忽不乏 这傀儡 交给老夫兵士 哈哈哈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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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你还是 是 只知道 借助外来力量的废物吧 对付你 我一人追 不自量 老夫 连药尘都能牵拿 可 何况你这上不成绩的弟子 所以 屈居二星斗宗也敢和本护法交锋 当真是找死 失去了傀儡 这小子也不过如此 萧嫣 这便是你仗义赶来中州的本事 凭你这般实力还想救药臣 当真是笑话 是吗 天火三玄变 第一变 青莲变 这 这是 分岩谷的天火三玄变 巫护法莫有大意 这秘法若是施展三变 至少能够提升近三星的实力 提升三星而已 乃逃不出本护法的手心 天火三玄变 第二变 巫护眼变 这小颜 居然身怀两主一祸 这恐慕的增幅已不可小觑 好在 你这小子的能力 应该还达不到三变的层次 哼 那还好 本护法还是拿的假的 鬼离 这 这不可能 怎么可能 你半钟一火 这怎么可能 天火三玄变 第三变 在消炎的帮助下 小一仙成功控制住体内的恶难毒气 开始凝聚最关键的毒丹 与此同时 冰河谷和魂殿为了各自的目的达成合作 来到消炎等人所在的夜城 面对抓走老师的误护法 怒火中烧的消炎 不惜代价施展出天火三玄变第三变 是要为自己老师报仇雪恨 不 只不可能 不 你 好快 狗狗家伙 你这条命 你今天收定了 大人不惨 这秘法 虽能提升你不少神 但只有秘法实现一道 你命我们打回原形 还是飞离着 在这之前 只去杀你所以 只负账 这一身 你不需要 死之后的速度 有点弱 下来 你立刻 我愿意 中心 然有点弱 失账 是 只能将自己强行提升只能亲手到的铁铁铁 这小子果然是藏不露 本护法今日还就不信了 连药臣都没逃出我的手心 你这小辈还能翻天啊 白恶闻死我天王 叶飞是浪迟 有了火 有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一连套高级斗机 破坏力居然如此之强 还真是小看这小子了 此子 绝不能留 好霸道的天火三宣变 说非我的身体 经过诸多天才地宝的淬炼 恐怕先死的 反而是我了 不过 这种冒下来之后的感觉 果然极端美妙 昏殿果然诡异 就连殿内护法 竟然都是灵魂体 受死吧 年轻人 何必杀气那么重 滚开 天蛇长老 我已发出讯号 很快就有魂殿强者前来支援 只要帮我拖住这小子 到时候 他肯定插尘难飞 巫护法放弃 尊人 交给我冰河谷了 冰玄冰华 你二人随天蛇出手 也最快的速度 擒拿那小子 是 以多欺少 冰河谷形势 着实卑劣 成王败寇 我冰河谷形势 只求结果 无问过程 哼 使用了天火三玄变之后的你 的确很强 不过并不能改变 你今日落败的结局 两名斗宗 一名斗宗巅峰就想擒杀我 怕太小瞧我了 大言不惭 我冰河谷形势 上 竟然修炼到了这般地步 五轮离火法 接阵 不好 结冰河阵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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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老 我们的斗气消耗太大了 说不定 不等那小子密法实现抵达 我们被抵御不住了 不要急 将你们体内的兵尊技 尽数传入我体内 我来施展攻击 将那小子一击必杀 小子 到此为止了 兵神弓 兵神弓 兵神天地 我们继续再被他们纠缠下去 天皇三宣便实现一旦抵达 即使别说天蛇 随便一位兵和谷长老 都愿行一致与死定 给我撑住 终于扛不住了吗 这下我看你还有何手段 不防 快 兵 兵 兵和谷竟然输了 独自一人干翻三大斗宗 其中一个还是斗宗巅峰 难怪新兰会那般肯定 他能够救我叶家 此子果然非常忍 现在还有谁能救你 灵神杀了我 魂殿并让你强杀不得 抢死 好痛苦 相比老师在魂殿所受之痛 这恐怕不及其万分之一 即便是让你皇妃魄散 也难以抚慰老师之痛 当年 你可曾想到会有今日的结局 我后悔啊 我会当年没有时间 将你一把这辈子 让你成长到现在这种折托 没想到 这一次连老夫都是走眼了 但可惜 此次我兵和谷 不会再允许任何失误 萧炎 你先去歇歇 此人交给我 谢谢 真当我魂殿的人 是可以随意擒拿的 是可以随意擒拿的 文殿斗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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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人实力 恐怕达到了二星斗尊的层次 情况不妙啊 哼 原来是青海尊者 没想到此次 竟然将您这尊大人物给惊动出来了 天生子 别来无恙了 本尊正好待人在执行任务 且到紧急传信便好心赶不过来 青海尊者 快出手 将萧炎倾向 他是殿中指名要擒中的人 你便是那个萧炎 被我魂殿盯上 竟还敢如此招勇 将那家伙放出来 你也跟本尊回魂殿走一趟 滚开 青海尊者 你安心秦囊那小子 此人是萧炎的同党 不过 就给老夫便好 你跑不掉 像你老师一样 乖乖被求情于红日殿 岂别是死 也拉你殿背 萧炎 尚赋未定 天火尊者要去哪儿 走 走 伤了 你便死 面对仇人误护法 硝烟积压多年的愤怒 彻底爆发 饶使冰河谷三位强者力保 硝烟也毫不畏惧 最终 误护法被硝烟侵下 而冰河谷三位强者 两死一伤 正当硝烟即将首任仇人之时 文殿援军赶到 好在小一县及时破关而出 篮下强敌 一场斗尊之战即将爆发 你成功了 你伤得怎么样 放心 伤亡伤成这样的人 伤势比我严重百倍 你也是硝烟的同党 此事是我魂殿与硝烟之间的恩怨 奉劝你莫要因一时之力 去招惹一个你得罪不起的势力 魂殿连他的一根手指都比不上 狂妄 你带人将那小子倾下来 死人交给我来对付 是 不好 快退 这 这是什么毒 正强 我也想试试斗尊强者 究竟能厉害到何种程度 今日便先拿你练练手吧 这是何种毒气 居然这般恐怖 消炎受伤了 先离开这里再说 我来破坏掉寒气屏障 也来拦住他们 是 采叶 了 这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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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冰河谷谷主冰河 天哪 她怎么来了 萧嫣先生 这次怕是再见难逃了 这老妖怪居然亲自来了 剑谷谷主 天蛇呢 冰谷主 那名为萧嫣之人 是殿主亲自点名所要 还望谷主在将他擒祸后 给我魂殿一分薄面 将他交予我 我只要恶难毒体 这家伙实力 不会比分岩谷的唐振弱 恐怕我们加起来都不是对手 如今我体内的斗气 已经恢复了一些 勉强还能再施展一次毁灭火炼 到时 你与天火前备趁机 他要抓的是我 待会儿我拦住他们 你与天火前备找机会先走 别争了 老夫已死过一次 这些事老夫更有经验 还是我来吧 罢了 那被共同进退吧 恶难毒女 你随我走 我不会伤你 并且我可以让你的朋友们 但少受一些痛苦 什么 这便是最纯正的恶难毒气嘛 越是这样 我越是想要得到你 恶难毒体 他居然也是恶难毒体 这就是病何苦追去恶难毒体的原因 恶难毒体 分先天和后天 我的恶难毒体是后天所致 存在缺陷 不过我只要能得到你 那么 便是能够弥补这一缺陷 到那时 我的恶难毒体 也将会变成最为完美的体质 哈哈哈 哎呀 竟然将这些都告诉了你们 你们 不会拒绝我吧 不好 三爷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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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死 也已经拉伤你一起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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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若傷了 冰河谷便也沒了 那你 誰 誰還 笑顏哥哥 笑顏哥哥 接下來的事情交給勳兒好不好 你小心一些 你是何人 這是我冰河谷的事 好個霸道的冰河谷 他若是你的朋友 本尊可對其既往不救 但那惡難毒體 本尊是絕不能放過 冰谷主 你不能放過那硝煙 他是我們殿主天秘 你若是想抓他便自己動手 你二人不用爭了 這裡的人你們一個都帶不走 好個猖獗的小輩 敢跟我魂殿這般說話 勸你不要為了一個小男人 得罪一個連你背後的身體 都得罪不起的存在 放肆 你算什麼東西 敢對小姐這般說話 魂殿 很了不起嗎 小姐 這幾個人 交給我二人來處理吧 冰河交給你 魂殿與旁邊哪都交給我 早聽聞冰尊者的冰尊禁 已修煉之畫家 老夫今日便明覺一番 你還敢分心 敢大 出手拿下小炎 是 本尊對戰還敢分心 讓我來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兵尊者的兵尊敬果然有些门道 真是痛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哦 是 小姐 老夫这边下戏狠手了 等等 这位小姐 请等等 田双子 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然冰河谷主都这般说了 硝烟自是不会过多纠缠 这位小姐 希望今日之事 不会让您对冰河谷留下坏一下 哼 我也希望今日的事 不要再出现第二次 否则 下次再去的地方 或许便是冰河谷了 你们想要干什么 要敢杀老夫 那便是与魂箭为敌 好大的口气 魂箭很了不起吗 萧莹哥哥 他交给你了 是 这位便是小一仙姐姐吧 这段时间 多谢你对萧莹哥哥的照顾了 我也听萧莹多次提起过你 如今一件 的确是天之娇女 幸福 幸福 在小一仙和天火尊者的帮助下 萧莹即将临去 熟料竟被冰河谷谷主冰尊者拦下 面对巨大的等级压制 萧莹三人节节败退 好在薰尔及时出现 以灵力手段逼走强敌 危机得以解除 而阔别多年的萧莹与薰尔也终于再次相遇 大战刚歇 在下还需立即去安排后续事宜 怠慢之处还请见谅 有劳叶冲长老 你只管去忙吧 萧莹哥哥 你接下来有何打算 我要将老师 从魂殿中解救出来 萧莹哥哥的老师 应该便是药尊者 药尘老先生吧 嗯 勋儿背后的势力 果然厉害 药尘 你居然是药尘的弟子 药尊者的炼药术 在斗七大陆 可少有人能及啊 我们与他也有过几面之缘 没想到如今 他竟被魂殿所困 萧莹哥哥 凭你如今的实力 即便是有着二位斗尊相助 也很难从魂殿手中救出药老先生 你万万不可冲动大义 放心吧 短时间内 我不会主动去找魂殿 萧莹哥哥 你 查到萧叔叔的下落了吗 好 萧莹哥哥 萧莹哥哥 我回去后 会动用古族的力量 寻找萧叔叔的下落 若是有消息 会立刻派人通知你 不管是解救老师 还是找寻父亲 都需要足够的实力 三千金营火 一定要弄到手 萧莹哥哥 梁权通令 祖中长老有令 命令您即刻带人前往夜场 将小姐带回古界 小姐去了夜场 小家那废物也在那里 正是 小家废物 我警告过你 离小姐远点 看来 你记不住本统领的话 既然来了 还躲什么躲 这么晚了 萧嫣哥哥还不休息 这是地印绝后面的三印 以你如今的实力 应该足以修炼第三印了 萧嫣哥哥可不要拒绝 中州强者如云 保命手段多一些 也会安全许多 勋儿 多谢了 萧嫣哥哥 驼蛇谷地狱在你身上的事 没有其他人知道吧 谷族 是不是也想得到 驼蛇谷地狱 自从远古之后 很少再有强者突破之斗地 而驼蛇谷地 是斗气大陆上出现的 最后一名斗地 他留下了一座府邸 驼蛇谷地狱 就是开启府邸的钥匙 谷族和魂殿都想进入 所以四处寻找 驼蛇谷地狱 魂殿抓我父亲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萧家曾经是 斗气大陆的一流势力 当年的那位萧家先祖 更是惊艳绝伦的天才 短短几百年时间 便位列大陆巅峰 他率领的萧家 与谷族关系相当好 所以在他陨落之际 解下盟约 请求谷族照看萧家 关键时刻保存萧家血脉 可惜随着萧家没落 萧家只能离开中州 最后在迦马帝国落脚 盟约也失去束缚 当初我去萧家 一是父亲想让我 过个安静的童年 二嘛 便是族中一些人 想让我将萧家的 驼蛇谷地狱取回来 当年那位萧家先祖 叫什么 萧玄 萧玄 名字够霸气 不愧是萧家的老祖宗 小姐和那小子 不会忍不住 忍不住什么 是小姐 小姐 小姐 林朗 袁朗 你二人这是在干什么 我们只是路过 路过 月色与山 小姐早点回去休息 对对对 小姐请早点休息 走 走走 我走 小姐 字 Nag 开始 走 抬车 警察 家族 等等 一些事 都是这什么 有些事 ν patience 生登 我说过 这个世界力量为赞 没有石力 你谁也抬不住 asa 可是 你一直都是对的 魔毒般 如今要彻底练化并非难事 以我身体的强度 也足以容纳其所蕴含的庞大斗气 既然如此 那便开始吧 在内院时 萧嫣哥哥就曾提起过你 他说你是他最好的朋友 他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不久后便会离开 萧嫣哥哥 或许还得麻烦你多加照料 只要我还活着 他便不会出事 麻烦了 冰河谷还是魂殿 是谷族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长老们担心小姐在外面受到什么伤害 所以特定命令我来接小姐回去 有我二人护着小姐 还能出什么事 难道凭借你的五星斗宗实力 才能护得小姐周全 元老说笑了 这是元老院诸位长老的命令 我总不能拒不执行吧 再等两日 我便回去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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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小姐 长老有令 需尽快将小姐接回 另外 据说萧家萧嫣少爷也在此处 可否喊他出来一见 灵犬 你这是何意 小姐 实不相瞒 此行前来 长老还有另一道重令 若是能见到萧家之人 便将他请去谷足一续 灵犬 你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 灵狼 将他拿下 是 孤雳雳雳雳 小姐 这是长老的命令 还请不要为难手下 好 此事我记下了 我说怎么这么热闹 原来是当年的灵犬 真是有失远赢 四星斗宗 没想到那墨洛城这般模样的萧家 竟然还能再出现一名斗宗强者 还真是让本统领意外啊 这种事谁能说得清 是的 当年你见我时 我也方才斗灵而已 但几年之后 孰强孰弱 或许还难以分别 小人得志 在我眼中 你与当年没多少差距 但在我眼中 现在的你 却什么都不是 再往前一步 死 又是靠女人 小颜 你什么时候能真正地依靠自己 若是你拿先祖全下有之 怕死都不会安宁了 第一 我用什么力量关你何事 你能这般嚣张 无非是顶着古族的名头 否则你算得了什么东西 你 第二 肖家仙祖 你还没资格提起 第三 对付你 还不需要他人相助 小颜哥哥 尽管动手便是 一切后果我来负责 林泉统领 你是打算一人 还是一起 你 少在我面前张狂 收拾你 一人足以 小子蠻力还挺大 小颜哥 小颜哥 花里胡哨 毫无作用 潘火三玄辩 杘火三玄辩 第一变 被消防 开山音 向你开山 枪法花哨 结硬缓慢 斗气虚法 比起我的预期 已差了太多 给你四字平语 不堪一击 他真是灵犬统领嘴中的 那小家废物 彻等实力 即便是放眼古族年轻一辈 怕也是有一席之地呀 灵犬这小子 此次算是自取其辱了 活该 你这小家废物 你也有此刻 对本统领下平家 秘法 化学宫 这家伙还真是不要命了 居然连这种自残的秘法都使用出来了 小姐 你看 不用管它 自取其辱吧 这秘法倒是不错 可惜你没有足够坚固的根基 纯属无用之力 你直到现在 你直到现在 也未曾达到我所期望的一半 你丧个什么东西 我本统领将你擒拿之后 再好好置你这张嘴 我看拨拨 我接点 我看拨 我让你与你 有清队 我看拨 我看拨 自散 我说 一步 嗯 万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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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泉统领 我这个萧家废物 现在可还有资格评价你 林泉统领 小子下手倒是挺狠的 嗯 颇合老夫位 小岩哥哥 我要走了 在谷族等着我 带着我参加了丹会 将老师解救出来 便去谷族寻你 小岩哥哥 保重 走吧 回谷族 是 小姐 把 担打每隔三十年都会举办一次炼药界最具影响力的担贿圣市 这场盛会吸引了无数奇才 但只有先通过丹塔的考核 才有角逐最后冠军的资格 而丹塔五大家族之一的叶家 却因后继无人即将地位不保 萧炎未获得参加丹会的资格 以及履行对叶新兰的承诺 他将代表叶家参赛 祝叶家保住丹塔长老席位 你意思是 想要守住叶家在丹塔的长老席位 需要先接受丹塔对五大家族的测试 并且要在丹塔五大家族测试中 排名前三才有资格 但五大家族的测试 外人不能参与 所以 我要先成为你叶家准女婿才行啊 我出去走走 你们慢慢聊 这家伙 这只是权宜之计 只要能够再度保留席位 那叶家便具备足够的发展时间 到时 萧炎先生便与叶家 没有了半点关系 这都是什么搜主意 我一个大男人倒是没什么 可你这样 令新兰日后如何见人 相对于叶家存亡 新兰个人名声算得了什么 萧炎大哥 请您再帮助叶家一次 只要 只要能助叶家度过此劫 新兰愿往后给您做牛做马 萧炎的性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答应你的事 他自然不会撒手不管 你这样 反而会惹得他不耐 萧炎大哥不用担心 这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况且 萧炎大哥以后 注定是斗七大陆上的顶尖人物 新兰 也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孩 好好好 我知道了 这事就随意从长老安排吧 如此便多谢萧炎先生 大长老 草家又来人了 说是要与西兰小姐提亲 来你叶家提亲 西兰不在也就罢了 如今已经回来了 还要百般推死 难道是瞧不起我曹家不成 曹公子说笑了 婚姻大事岂能儿戏 这门亲事 还望曹公子再考虑考虑 该考虑的是你们 乖乖将新兰驾驭 我们曹家还可以出手帮你们一把 否则 就退出单于五大家族之列吧 王主是假 屯病是针 这曹家的心思都写在脸上了 曹家真是好威风 提亲不成 并动手伤人 也太没有大家风范了吧 两名斗尊 我说叶家 为什么突然间这么英气 原来是找了不少帮手啊 你便是前段时间来叶城闹腾的消炎吧 你是何人 曹家七品炼咬师曹丹 曹丹 什么鬼名字 你 少爷 我知道你很能打 但你要清楚 我们曹家可不是冰河谷能比的 更何况你之所以打赢冰河谷 靠的是你身边两位斗尊强者吧 二位 如果你们今日不插手此事 那日后若有丹药需求 可尽管找我们曹家 不用了 关于炼丹 我等自有更好的人选 你也是炼药师 懂炼药书 略懂 你们叶家 该不会是把此次考核押宝在他身上吧 就凭他 既然你是炼药师那就好说了 炼药师有炼药师的规矩 自然不能像粗人那般打打杀杀 你我比一场如何 若我输了 这门亲事便作罢了 但若我赢了 你便不再插手此事 如何 不知曹丹少爷想怎么比 哈哈哈哈 吾而虎 啊 这 怎么样 若是不敢的话 认输便可 我不会抢人所难 既然你喜欢 那我奉陪便是 看我如何碾牙你们叶家的希望 看我如何碾牙你们叶家的希望 你别自取其辱了 有了 哼 操控火焰 可不单单是看火焰的强度 有一火 也不见得就能赢 给我射 一火果然威力不凡 这样下去 天衣魔火可不是对手 既然若子在 那就甚至两种火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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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武器 那就四种 小岩 火而火可不是光看质量 数量也很重要的 以后与人比试 可要牢记在心了 数量啊 小岩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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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种火焰 这得是多么强大的灵魂之力啊 这 怎么 跟我比玩狂 你 还不配 不 这不可能 这肯定是假的 给我上 上 你 赢了 我们赢了 赢了 赢了 笔够了吗 今日我输了 不过你叶家也别得意 丹会之少 我曹家自有人收拾而等 曹丹此番所言 恐怕曹家那个妖女要回来了 妖女 嗯 便是曹家曹颖 此女七岁便正式成为了一名炼药师 被丹塔看中 破格成为丹塔核心弟子 如今至少也是七品顶峰的层次 此女或许会成为萧炎先生 在丹会上的一大劲敌 丹会举办在即 中州各地赶往圣丹城的人 越来越多了 萧炎大哥都闭关二十多天了 这不吃不喝的 不会出什么事吧 放心吧 他不会 这股能量是 是灵魂之力 你可算是出来了 小子 刚刚这股灵魂力量是你发出来的 难道你小子触碰到灵境了 灵境 嗯 其实灵魂境界也分为 凡 灵 天 地 四层境界 在远古有着关于灵魂的特殊修炼之法 称为魂境 不过现在也已失传了 不然倒可以以此加快你的灵魂修炼速度 我本以为你那老师应该与你说过这些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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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丹玉到了 这丹玉如此庞大 恐怕不会比黑角玉小多少 丹玉分为外玉与内玉 这里不过是外玉的一处空间点而已 萧嫣先生 您可先随我去考取丹塔认证的炼药师等级徽章 想要参加丹会 等级徽章是必不可少的 嗯 我随夜长老走一趟 你们先随处逛逛 嗯 嗯 叶宠 没想到这一次又是你带人来参加考核 看来叶家当真是无人了 萧嫣萧遥 那是丹玉白家的人不必理会 哼 不愧是叶家的麒麟儿啊 这年纪轻轻的 七十四匹炼药师 当真是人中龙凤 我白家自愧不如啊 给我走 小子 无礼 住手 啊 这里是丹塔 都给我老实点 哼 算你名号 我是韩力 负责此次考核 传送阵已经开启 各自挑选合适等级的法阵进入吧 请问 这里最高测试等级 有限制吗 奇品终极便是我这里测试的极限 嗯 那便考核奇品终极吧 哼 既然你这么有自信 那我就亲自带你去吧 哼 叶宠 你叶家在哗众取宠这点上 倒是进步不少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哼 希望等会儿 你还能笑得出来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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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品高级测试完毕 白家 通过 啊 竟然突破了六品高级 这么年轻 以后前途不可限量啊 这白家果然抵运雄厚 论天赋 还是得看我白家的子弟 不像某个废物 都进去这么长时间了 只怕是躲起来了吧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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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实抱歉 我这边等纪有限 还须麻烦你去担他走步子 废物 都是废物 走 站住 怎么 你这个废物还想 为老不尊的家伙 是该好好反省一下了 恪守承诺的硝烟 决定代表叶家 去参加五大家族考核 曹家曹登 却在此时强势上门 面对突然硬气的叶家 曹丹提出要和硝烟来一场 炼药师之间的火焰对决 硝烟以碾压斑的实力 轻松击败曹丹 帮助叶家解决了麻烦 同时与曹家白家两大家族结怨 硝烟又将如何面对 接下来的五大家族考核 七品终极烈药师 这么年轻 这是哪家的青年才俊 怎么从未见过 他旁边的老头像是叶家之人 叶家 我听说叶家最近招了个女婿 难道是他 这圣丹城交易会的确热闹非凡 不过这药材看起来都很一般 有没有其他地方能看看 肖大哥 你若想寻得一些珍贵的药材 得去那里 炼药师交易会 只有炼药师才有资格参加的地方 至于我就留在这里 看有没有简陋的机会 这人是虚空天马兽 究竟何人还长这么大 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话 这车栏内乘坐的 便是丹家参加考核与丹会的人 丹家可有能与曹家那草影相媲美之人 不太清楚 丹玉五大家族 丹家实在是有些低调 但实力强横是毋庸置疑的 只是 不知今日为何突然高调起来 来 走来走来 走来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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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品终极 好厉害 怎么 尘儿感觉到压力了吗 还好 七品终极 不过只是这次比赛 基本能排得上浩的一员罢了 真正不可小觑的 还是那曹家妖女 尘儿可要好好准备啊 欢迎欢迎 几位贵客 里面请 斗宗强者 小有无需忌讳 老夫虽为斗宗 但也不过是做些安保引路的本职工作罢了 来 请这边 不知小有有何需求啊 老夫长期在此 获可帮助找寻医儿 我需要三种药材 万年青灵藤 血精妖果 血骨参 都是很稀罕的药材 我们这儿 虽没有万年青灵藤和血精妖果 哦 但这血骨参啊 今日正好有一株要交易 小有 请随我来 一分价钱一分货 咱们这儿不砍价 再说打折 给你们腿打折 说什么凶啊 搬个价又怎么了 就是 不是买不起 我就是喜欢砍价 燕龙 今日生意不错吧 不错个屁 这些家伙都光看不买 还嫌我贵 贤贵就去外面的交易去 老子我不伺候了 走走走走 燕龙脾气不好 但东西很是不错 哎 燕龙 你那株血骨参 拿出来 给这小兄弟看看吧 你想要买血骨参 可以 拿一枚七品高级弹要来换 这 做地起价啊 这血骨参也有七品高级弹要换 太无耻了 真敢要啊 这位老先生 血骨参虽说珍贵 对 但顶多只能炼出七品高级弹药 并且还是配合了其他珍稀药材才行 你这只是一株血骨参 并要这下 似乎有点过了吧 小子懂得还挺多 不过我只需要七品高级弹药 也只有一支血骨参 你要换得起就换 换不起 就赶紧走吧 这 这是 素心弹 这 可助炼药师通过瓶颈的素心弹 七品高级 买自然买得起 但你这价格 数在下不能接受 别走别走 小兄弟啊 用素心弹换一支血骨参 的确是老夫占了便宜 我用其他的天才地宝交换可好啊 万年青灵藤 血精妖骨 血骨参 我需要这三样 你拿得出就换 拿不出 就赶紧做其他人生意去吧 等一下 老夫这里只有一支血骨参 那这样 我摊位上还有其他的东西 小兄弟你看看 瞧得上的 就连血骨参一并带走 只要能换取这颗素心弹 带哪个都行 小妍 答应她 把角落里那块铜片交换过来 那图文我当年见过 是远古之物 那 我便再看看吧 嗯 这枚铜片看起来有些意思 便用它一并交换吧 好说好说 我这就给小兄弟包起来 兄 二换一 这燕老转性了 这段时间可不就跟着了魔似的 能换就好 能换就好 实不相瞒 七品高级丹药 并非老夫所用 而是为我家孩儿所求 他沉寂多年始终无法突破瓶颈 如今抑制消沉 老夫也甚是痛心 而这素心丹 确实给出了极大希望 小兄弟 多谢了 来 这是我从米特尔拍卖行拍下的丹药 说不定能帮你凝聚斗鸡 希望此丹能有良效 以解前辈之忧 解消兄弟急眼 这位朋友 这枚铜片我也看上了 不知能否割爱 不换 你 小子放肆 快点 两名斗尊强者 怎么 还想抢抢不成 在下玄冥宗陈贤 不知阁下贵姓 无可奉告 无可奉告 站住 三夕之内 不管 净死 不要来招惹我 否则 你不会活着离开丹羽 去 去 调查一下此人的背景 被人威胁这种事 还真是本少这些年头一次 真是有意思 叶重长老 是在担心刚才那些家伙 宣民宗 宣民宗势力不弱 看那白衣男子身边的护卫 想必地位不低 今日得罪了他 恐怕此事不会善良 不用担心 他有什么手段 我接下来便是 萧大哥 我找到了血尖妖果 不过 万年青灵藤和血骨山太过罕见 一直没有找到 已经很不错了 多谢 这下 炼制生骨容血丹的药材 便只差万年青灵藤了 这是我叶家的一处产业 不过 因家族落败无人打理 让诸位见笑了 圣丹城寸土寸金 能有一安静落脚处 已经很不错了 明日便是五大家族的考核日 大家早点休息 老夫先行告退 天火前辈 您确定这铜片是远古之物 你小子实力虽然不错 但阅历还是差了点 真正的秘密不在这个铜片上 而是在这些铜锈里 你用一火断烧它 是 这是玉林粉尘 这玉林粉尘在远古可是大有名头 它不仅是炼之八品 即以上丹药的一种必须之物 而且若是将之融入灵魂 则能滋养灵魂 增强灵魂之内的灵气 从而踏足那所谓的灵境 可惜远古灵魂修炼之法早已失传 不然两者相辅相成 效果更佳 看来只有等将老师救出来以后 问问他老人家了 好了 老夫也算是完成了任务 剩下你就慢慢感悟吧 这 莫非便是灵气 好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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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匕首天灵 纳陵断魂 速用这滚到itect动物 三千烟烟火 何人胆敢窥视丹城星域 好恐怖的强扯 仅凭异域 便能将我的灵魂震碎 没想到丹城星域 便是三千烟烟火所在的地方 看来 还需要赶紧变强 否则没有半分机会 先前有人窥探星域 不过所幸 未曾将三千烟烟火惊醒 不然的话 又是一番麻烦 可探测到何人 没有 不过此人的灵魂力量倒是不错 恐怕已踏入灵境境界 灵境 难道是魂殿的人 魂殿那些家伙 四处收集炼咬师的灵魂 据说连那耀尘 都落在了魂殿手中 耀尘 前段时间丹玉城叶家大战 其中一人便是耀尘的弟子 耀尘的弟子吗 我倒是很想见见 我倒是很想念的 我倒是可思 用收集炼咯 我遇到了 是实际上 当你病 我家伙